今天是6月9号2022年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这个血液报告 血液报告每一个人至少一年要检查一次 如果有问题的话就要半年检查一次 如果疾病产生那就要三个月一次 甚至比较严重的就每一个月都要检查一次 现在来看这个血液报告 这个血液报告是我的血液报告 你看 我这个验血报告这里是在看你的钙 主要是看肾功能 先由肾功能这里看起 钙 钙是8.9 其实它这个有一个normal range 8.4到10.2 以这个为参考 你如果低于这个数据 或高于这个数目数 就会产生问题了 你看 8.9 很好 这个换回是在8.4到10.2 那我的血液 这个是空腹血液 89 这个换回是70到99 如果你超过99到126之间 这代表你是初期的糖尿病 你吃东西就要注意了 那如果超过126 这代表说你这个人就是一个糖尿病的人 有糖尿病吃东西要特别小心 多运动 少吃碳水化污 也是要吃 但是要注意 然后要 由医生来 处理这个糖尿病的事情 你看 这个血液里面的蛋 Nitrogen 15 它的范围是 标准范围是6到19 15就过关了 鸡肝酸 0.8 标准范围是0.5到1.1 你如果超过1.1的话 你这个胜功能就有问题了 那这个GFR我是96大于90 这也是在看胜功的 它这个有你看 Stage 1 2 3 4 5 大于90 这没问题了 正常 如果第15的话 这个肾脏就 很大的问题了 讲这个鸡肝酸 鸡酸肝 这种东西在身体里面 并不是一种毒素 这个是没有毒的 它是用 类比的 所谓类比就是说 看你这个 鸡肝肝的主室 就可以知道你 身体血液 别种毒素 的多寡 你这个鸡肝酸 这里超过1.1的话 就代表说 你身体的毒素 别种有毒的 毒素就越来越多了 毒素 毒素 都代表你的 身体功能有问题 这是用类比的方法 然后这个蛋 血液里面的蛋 如果超过19的话 代表你身体 毒素没有排清楚 没有排清 那会怎样呢 一般蛋太多的话 皮胃痒 这个是一个前兆 医出问题 马上找圣科医生 再来看 蛋白质 总量7.4 先看这里 一般标准是 5.9到8.4 蛋白质如果太低的话 你就要多摄取蛋白质 要不然你会疲倦疲劳 好 再来看这个钢功能 这里有一个 AST跟ALT AST26 小于37 没问题 过关 ALT 小于40 这个两个不能超过 一个不能超过37 不能超过40 如果有超过的话 代表你钢功能有问题 就要赶快找医生 再看这个钢 钢离子 这个钢 4 钢不能超过5.4 超过5.4 超过5.4是算高钢 钢太高的话 会导致你心脏会停 一般钢会高起来 是因为你肾脏出了问题 对这个钢离子没办法 BALANCE 你没办法BALANCE的话 太高的话 比如说到6到7 会致命的哦 你的心脏会停 会停啊 人就要死掉了 所以在这里要看钢 钢很重要 看钢 再来看钢固醇 三酸钢油脂跟钢固醇 三酸钢油脂跟钢固醇 三酸钢油脂不能超过160 超过160的话那还得了 这个三酸钢油脂高 代表这个人可能很胖哦 胖的人这个要注意啊 这个跟心血管有关系啊 心血管 血管会因着你血脂高 会堵塞 血压也会高 HDL LDL 这是高密度的 钢固醇跟低密度的钢固醇 Collectra 钢固醇跟钢固醇 高密度的 高密度的 你看 35 65 这也是钢固醇 低密度的要小于100 81 这个都够关 代表 这个人 他的三酸钢油脂跟钢固醇都够关 这三个如果太高的话 会导致什么 高血压 血管出问题 就会高血压 你看 他算出来了 心脏血管机能危险力 低啊 低好啊 高 高就不好啊 这个危险力液 低液 这代表这个人 他有在做运动 那饮食有在注意 不能太胖 胖的话 这里都会显现出来 再来 再来 看 这个什么 甲状腺 一般 亚洲人 女生 我们现在说女生 十个有六个 甲状腺都有问题 甲状腺 如果不够的话 你要吃 什么 吃点 吃海带 海里面的 如果太高的话 就要吃药来抑制 这个都过关 甲状腺 TSH 1.49 T4 1.06 过关 PSA 这是前类腺抗炎 这也过关 你看 这些荷尔蒙 你如果没有过关的话 会导致你 这个身体Body 运作不normal 会怎样 有时候会这里痛 哪里痛 心悸 奇奇怪怪的 看起来不是病 但是都是病 就是这种荷尔蒙导致的 再来看这个维他命 维他命很重要 你看这个维他命E检查 维他命D不能低于30 你如果低于30 你如果低于30 就不足了 你看 10到29不足 低于10 那更严重 怎么办 一般医生都会叫你晒太阳 每天晒个10分钟 紧急的话就要吃维他命D 我每天有吃维他命D 是吃5000个单位 你看才48 而已 48.5 那如果我不吃的话 那更惨 你这个D 不只是跟 组合这个骨骼有关系 跟神经 比如说你睡不着 或者跟D有关系 施明 或者心 心悸 神经 跟神经有关系 最重要的是 跟骨骼的组合有关系 组合 比如说骨骼 你的钙太低的话 0 没 就是要标准 不标准的话 这骨骼 硬度就不够了 再来看 这个是A1C 这个是糖化血色素 你看 5.4 这代表你这三个月来 的血糖的平均 糖化血色素 5.4 正常 如果超过6 就开始 有点不正常 如果超过8 那要赶快去找医生 这就是严重的糖尿病 才会超过8 正常 正常 要在6以下 我5.4 正常 尿酸 正常 现在讲这个血红素 血红素 我这个是15.7 正常是13.3到17.2 这算正常 而且非常正常 血红素 这个叫血红素 如果太低的话 你这个 这个血红素 跟 是在 让你这个痒 在你的血液里面 运行 要运行得很好 血红素太低 你这个痒的运作就不好 你会没有力量 平血 平血 13以下 男生13以下 这个 平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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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液里面的溶氧量 也相对的 会 很低 会低于多少 低于95 所以 你看你的 血液里面的溶氧量 如果低于95 就赶快来检查你的血色素 看你有没有贫血 检查血色素也要检查 如果贫血的话 就要再检查你这个粪便里面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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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血 血液在你的这个粪便里面 有的话代表你这个肠子 有问题了 这一步一步 这个环环相扣 那 红血球跟白血球 这里很重要 一般 红血球一出问题 血色素也会出问题 白血球正常 5.0 红血球 4.97 也正常 血球 这个报告之后 这里 有一点点小问题 淋巴球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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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低 不能低于24 我这个是23.5 稍微 有点低 那再来 那 这里 这里 这个看尿 你尿 尿里面 PH值 很重要 看这个 4.6到8 我这个7.5 标准 你不能有尿蛋白 比如说蛋白质 这是negative 就是没有尿蛋白 也不能有糖 有糖 代表你这个 肾功能有问题 尿蛋白太高的话 肾功能有问题 丙酮也是一样 有没有血 有血 有血也不行 咬消酸也 这都是 都是negative 不该有的 就不应该有 有的话 就是有问题 一般都是肾脏出问题 这里就会出问题 这个尿就会 这可以看出你的肾功能 尿液的分析 尿液的分析 白蛋白尿 白蛋白尿 1.2 这个都过关 这个比例也过关 我这一次有 检查一个EBV的这种Virus 结果也过关了 找不到Virus 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以后有新的再来讲